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包含的大陵 陵邊 這些東港全部都是低洼地區 要提醒這邊的朋友 要慎防淹水喔 因為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積水了 而江雨的形態來說 就是在西南風的吹拂之下 我上禮拜氣象一直提醒大家 這個T字形 有沒有注意到 西南風上來跟南高坪的地形 成一個垂直的作用 所以江雨現象 會在海陸交界之處 第二階段就會在平地 到山區第二階段的抬升作用 所以要提醒你 梅雨的特性不是一直下 但雨來的時候又大又急 接著來看一下最新的雷達了 雷達上面呈現出來的 這張雲圖上可以看到 就是在於說南邊的水汽的發展 現在是在移動進入到了 台南 高雄跟屏東 尤其在高屏這邊 外海仍然有持續性的 對流雲帶的出現 要提醒在今天下午到晚上 這段時間 南部地區的低洼地區 都會有淹水的狀況 要提醒南部的朋友特別注意 北部的朋友 北部現在也在西南風 但水汽的發展量來說 最主要是在南部嘉義以南地區 所以今天要特別嚴防的 就在於整個中部以南地區 要特別注意 再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 颱風遠離了 風場開始轉西南風了 昨天下午以後 開始西南風帶水汽進來了 整個南海的大低壓 也隨著季風水汽開始 逐漸的進入到我們台灣上空 在未來的這個禮拜來說 江雨的狀況都會有 雨不是一直下來的時候又大又急 而北方這裡 在明後天會形成一道 另外一道滋留封面之後 這樣的天氣形態來說 會持續到這個週休假期 那我們再來看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南邊的大低壓帶 正在逐漸的往著 隨著西南風 往台灣南部方向移動 要提醒南部的朋友 今明兩天都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來看溫度 先注意到 溫度在晚上舒適 白天的北部地區 雲層量來說不少的時候 陽光有點露臉機會 但還是會有鎮雨喔 中部以來的鎮雨狀況 就非常的明顯 而到了東半部地區 零星的鎮雨狀況 歪島地區要特別注意 是航班的部分 因為有低空雲層影響 提醒您局部與行車要注意 火箱音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